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我们山西省人民院是当地的高发区 伴随着三月下旬和四月中旬两次医务人员感染的高峰 我的同龄朋友有三四十人相继病倒住进了隔离病区 而且在住进隔离病区之前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都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在临出门的时候都忍不住多看一眼自己温馨的小家 多看一眼和自己相濡以沫的那一半 多看一眼自己白发苍苍的父母 多看一眼刚刚压压血雨的孩子 其实那一幕至今我都忘不了 但是一次非典让我们警醒了很多 回过头去看非典离我们已经有十七年了 这十七年来呢我们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而且呢在卫生投入方面呢结构逐渐的趋于了合理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方面 我们也进行了加强 同时呢还有公共卫生的设施也进行了加强 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 还有呢对于农村的一些公共卫生也进行了加强 除此之外呢在公共卫生的执法力度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 我们国家呢就出台了有关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而且在这个指导意见当中呢明确提出了六位一体的工作方法 首先呢就是健康教育 紧接着是预防 第三位是保健 第四位是基本医疗 第五位是预防 第六位是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而且呢这六位一体呢整个以公共卫生为主 同时让大医院还有公共卫生保健院 以及预防保健机构联合去作用 所以这个力度非常的大 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对于基层公共卫生的服务就不是六位一体 而是九位一体 到了2011年呢就是十一位一体 所以呢我们在2020年应对突发的 疫情也就是2020年我们大家都难以忘怀一直延续到现在 今年我们可能大家都在看一些媒体在报道 今年在国外的那些病人的发病率远远超过了2020年总数 同时呢死亡率也几乎超越了2020年的总数 那我们国家呢在应对2020年的疫情的时候 彰显了我们中国制度的优势 2020年呢突发的新冠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人群最多 而且是应对难度就是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自己的老百姓 为世界抗击疫情赢得实践做出了贡献 充分的体现了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 中国效率 这是一次危机 也是一次大考 习近平总书记说 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 阻击战 重置成城 共抗疫情 疫情防控就是中国制度优势最好的印证 这次大考呢展现出的制度优势至少呢有三个坚持 第一个呢是坚持党的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有力保证 这次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参与 多次召开会议 多次听取汇报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周密方案 组织各方力量 开展防控 2020年的1月25号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假节 春节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做出防控安排 而且呢发布了重要的讲话 1月27日又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所以这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点呢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最重要的法宝 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分别于10天12天建造完工 29个省市新疆建制兵团 330多个医疗队 41000多名义务工作者 持援武汉 第三个就是坚持紧紧依靠群众群策群力 始终做到围绕群众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引领群众 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呢 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决打赢 抗击疫情阻击战的整体人民战争 全民动员抗击疫情 这次疫情呢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次疫情防控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也充分证明了国家的治理体系 具有强大的动员力 组织力和整合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毫无疑问经受住了考验和磨练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感到自信 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成 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细菌病毒 在建党百年的这个历程当中 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自参与的 所以呢我是记忆忧心 那么对比这两次的工作呢 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 因为2003年非典之后 我曾经代表三千万三尽父老 登上人民大会堂 去报告山西种植城城 抗击非典的一些事迹 因为我们医院的急诊科主任 梁士奎呢在那次非典的事迹当中牺牲了 而且呢省为省政府授予他英雄的称号 那么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呢 我虽然也没有去一线 但是呢因为国家整体的布局都非常的圆满 我们省里头一共有六支医疗队前往武汉 而我们没有去武汉的朋友呢 包括我也是建守阵地 同时呢为去前线的朋友去准备行李 或者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大量的科普 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用笔作为我抗疫的武器 最先呢是把一些 我们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因为他长时间不能走出来 也不能换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 我担心我们的医务人员 还有很多的百姓居家 不能外出的情况下 会有一些心理障碍 所以我就做了锤胸顿足的 心巴顿紧的操 为我们前线和我们的居家的一些 居民朋友进行服务 后来呢就开始在线上 进行大量的科普 在今年因为我们国家呢 在注射疫苗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去误解这个疫苗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又利用这个西瓜视频的这个平台 给很多的百姓去科普 疫苗它的重要性 在祖国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我与祖国同发展 谢谢